面對工業4.0的熱潮下 傳統靠著人工去做人員的訓練 以及加強檢測 以及靠著IE去做工時的計算 這樣子的一個傳統的做法 已經不符合時代的一個趨勢 延華推出生產作業站的一個智能方案 來改善整個生產的組裝的一個生產的效益 那這個系統裡面主要有包含這三個部分 其中第一個就是螺絲首付的一個電動起直的一個系統監控 第二個就是ESD的一個監控系統 第三個就是電子標準化的一個作業指導書 那透過這三個系統裡面 我們讓希望整個組裝的生產效益 可以達到更智能化的部分 那首先來介紹就是我們的螺絲首付的這個系統監控的部分 這個系統裡面透過延華的自己開發的這個軟體的介面 可以跟外部的AMVC去做結合 那這個結合完之後呢 它可以把我們工單生產的訊息 透過我們的這個螺絲的控制器 ADAM3880 那把生產的這個每一顆螺絲裡面的生產的品質 以及它生產的這個數量 還有它的Cycle Time 可以精準的監控到 那同時把這些生產的需求 還有生產的一個訊息 把它傳遞到我們的電子的看板上面 那管理者呢 它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管理的介面裡面 譬如它的廠長 它可以看到整個車間裡面的KPI的一個趨勢 包含你的生產的良率 生產的效率 以及人員的生產力 那整個你可以看到每一個月份裡面 它的趨勢是往上還是往下 那麼同時也可以透過這個介面裡面 看到每一張工單裡面 它的生產的良率達成率 以及作業人員的一個效率的部分 如果有發生異常 可以及時去做處理 也可以及時去做改善 這樣的效果 是整個智能化裡面的部分 那麼再提到有了這個整個生產效率之後呢 我們希望在做品質的部分 也可以去做管控到 所以呢 我們在ESD的這個靜電的這個管理的部分 當人員 它在每一個站裡面 它如果沒有去做靜電的一個防護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系統 它會在你的螢幕 你的管理者的手機裡面也會出現 你整個監控的一個狀態 它會及時的通知你這個領班 去要求這樣子的一個品質的要求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ESOP的管理 ESOP傳統是做 靠人去翻PEPPER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隨著整個全球的醫化裡面 大家希望我們可以盡量 減少紙張的浪費 所以研發也推出 利用條碼去掃條碼之後呢 可以快速的去叫出 需求的產品 電子的一個SOP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做一個SOP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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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